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 12月2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有一篇文章 讲到美国总统啊,川普啊 现在已经开始考虑 这个 退位以后 退职以后啊,将出现什么问题 他想打一个提前谅 想先把 他的三个年长的孩子 也就是女婿 库什纳 这个等人吧 这几个孩子 给他们都现在搞一个特事令 以防止这个拜登上来以后 整他们的家人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消息是美国纽约时报 披露的 纽约时报引述两位消息人士 消息人士是谁 通过什么管道 他们研究这个问题 据说是和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研究 那么 怎么会传到这媒体啊 这个事真是挺诡异的 他这篇文章讲说 川普啊 曾跟身边的人表示 担心一旦现实推定 当选总统的拜登上台 将以司法手段报复他 并可能针对他的长子唐纳德 刺死艾迪克 还有长女伊万卡 女婿库什纳 所以现在就开始研究啊 而且这个特事 还要针对谁呢 私人律师朱利安尼啊 这的确是有必要 你像朱利安尼现在每天在为 这个川普在这个 打官司啊 就等于为他这个躺地雷了 最危险的事他来做 到处得罪人 你想在州一级 各个州 这个控告这些州长 州务卿 那不都是得罪人的事吗 还有那个 那个律师叫鲍威尔啊 也是 他把官司直接打到 那个联邦最高法院 像这些事情都是这个树敌啊 你树敌就招致别人来 这个挥击自己 这都连在一起的啊 那俗话不讲是 法律无情 人有情 人有情不光是有感情 爱情 亲情 热情 还有什么 还有是仇视的这种情绪啊 还有把人整到底 整到狠啊 这样的一个 冲动的一种想法 所以说 一旦下去以后 没有权力了 很可能啊 拜登将 这个 对他进行反扑啊 虽然拜登前几天 在一个讲话当中 他说到他上了以后 他不会针对川普 搞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很难预测 因为我们知道 在这之前 你想 2016年大选 这个期间 就唐纳德 不就 当时因为这个期间 和这个 危机解密的 及其提供 希腊里黑材料的 俄罗斯人 有过接触 而卷入了 同俄门的调查 对吧 这篇文章讲 说是 库什纳 唐纳德啊 这个唐纳德 这个 从未 被起诉 库什纳 则被指在 申请白宫 安全许可的时候 这个 于背景审查 党 隐瞒 与外国人 有过 重要接触 库什纳 最终 也是在 川普的 坚持下 破例 获得了 白宫 安全许可 也就是 要办 安全许可证 这个问题上 人就 指责他 曾经 和外国人 有过 勾兑 不可靠 不能给他 安全许可证 但是 最后 还是在 川普的 干预下 才拿到 证捷 证明什么 证明 你在位的时候 就麻烦不断 如果你下去以后 人家有可能 真是整他 所以他很担心 根据这篇文章讲 这个 川普 要做好 这个 提前的准备 说是 埃里克和伊万卡 也可能被刑事调查的案件 暂为确定 但纽约曼哈顿区检察馆 早前调查川普集团 涉嫌逃税的时候 曾提到有价值数百万美元 顾问费和扣税行为 被指与伊万卡有关 因为他们家族 你想那么大的企业 又是酒店 又是房地产 又是度假村的 等等 你在经营过程当中 这个 很可能就 这个出现问题 撞到枪口上 对不对 人要挑毛病 很容易挑啊 你包括这些 他在中国 注册的公司 现在没什么事 别人都已经指责了 而且还在位呢 你等下去以后 可能 这些 民主党的啊 对立派的 就开始 鸡蛋里边跳骨头了 都是这样啊 尤其是像 对待他这样的 一万富豪 那更容易 抓住软利和把柄啊 所以 这个 本人认为啊 如果说 可以特赦 不违反美国的法律的话 不妨提前就给 这几个小孩 都给他特赦了 尤其是对这个 朱利安尼这样的啊 从云县镇的这个 律师 这个对 和自己这个 非常关系够铁的 帮助自己在 最关键的时刻 注意力量的人 提前都给他 安排好了 倒也无妨 对不对 而且我看这文章 讲的特别有意思 说 而且近来 说关于白宫 特赦的猜测 不断增加 甚至有声音质 川普可能会 特赦自己 但历来 从未有总统赏识过 给予 为犯罪的人 特赦 这等同于 给予母人 犹如 免遇金牌 说法律专家 估计川普 如果要保护 为起诉的人 或在特赦文件上 清楚列明 这个特赦对象 可能犯下的罪行 但总统特赦 也不能针对 州或地区 犯罪 给任何 保护 他刚才这是 美国的一些 法律的规定 本人不懂 我觉得他们有必要 给自己去搞什么 特赦 或许 纽约时报 也是 马路新闻 故意嘲讽 嘲讽 这个川普 用这个方式 反正你现在快下去了 而且他们也不希望 大牌媒体们 也不希望 这个川普继续连任 所以各种消息 这个真正假假 尼龙混杂 尼撒居下 都给他拿出来 这个搞一搞 完全有这种可能 但是本人认为 就是前一半部分 他这篇文章讲的内容 就是他心疼 这几个小孩 这个对女婿 女儿 儿子 这个有一个担忧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都是普通人 你当了总统 你也担心自己的家人 因为以前 这个在位的时候 甜面无私 又口误遮拦 这个得罪了很多人 特别是得罪了 这个以拜登为首的 体制内的 建制派的 这些公务员啊 这些官场老游子们 那结局都是非常广的 整个这个机关里边 上上下下的啊 这个一些 一些人士啊 那可能一旦你退位以后 一旦你没有权利之后 别人可能就开始 拿着放大镜啊 开始照射 照你的问题啊 幸亏是美国 角色与中国这个 呃 言论自由啊 相对还是自由 当然现在的自由 在美国也是比较少了 这个另外 还有一个是 他不是 党管司法 他司法管党 司法是基本上 这个独立的啊 那当然这个司法 现在看来 根据我目前看着 周一级的啊 这个一些审诉 一些诉讼案件 你看那个密西根州 不就是吗 这个 宾夕法尼亚州 就是啊 那些法院也是 法官变来变去的 好像也不是独立的啊 这个 但是总体上 还是不像中国 是党管司法 你要在中国 党管司法 那肯定是了 如果你下去了 别人就争 你看习近平 为什么现在 22年特别担心 自己下去啊 现在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是为了 这两年后的 做铺垫 任命这个 提拔那个 抓那个 关这个 他哪有精力 考虑什么 为老百姓着想 他没有那个 思想高度 他想就怎么能 搞出我的权利啊 一旦别我下去以后 在我的家人 我的姐夫这事 别人抓入巴林 再把我管起来 他想这个事 川普也在想这个事啊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都是这样 问题是 美国纽约时报 从什么途径 获得这个消息 细节的可靠性 怎么样 这个值得研究啊 这个 但是本人是认为 看这个川普 看大的方向 他有很多这个 时政缺失 本人认为 他对这个防疫工作 确实有 忽略 比较情思 这个问题 总体上 其他的没什么 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在经济上 你想 他这几年 当着总统 这个薪水都赞助别人了 自己没获得 任何的 个人利益 完全是为了 美国人民 就是说 再次强大起来 至于说 他这个目标 能不能实现呢 是另外一回事的 但愿就是这个他这次能够连任 可能更好 连任呢 可以再做四年呢 该做的事情 同时 家人也 也在下一个四年 连任期间 也可以啊 逐步的 这个 晒后 逐步的 这个 能够 这个 再做 也帮助他 再做点其他的事情 而且给这个 自己家族 这个企业 也能够保住啊 再不违背法律 不被对方抓住 把柄的情况下 尽量给自己这个 这个 原先这个企业啊 这个大的盘子 能够保住啊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因为当然将来 你 你不是总统了 你家人 还要这个 正常生活 对不对 你过去都已经奠定了 一定的 这个经济基础了 这维持下来 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 其他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